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少女因一瓶矿泉水 成功追上爱斗并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少女的奇幻日记之追星计划 废柴少女萱萱刚失恋又遭遇了炒鱿鱼 生活里唯一的乐趣只剩下追星 萱萱的偶像是国民男神薛先生 这天,萱萱刚喝完酒回家 在路边发现了一个饮料机 萱萱从里面买了两瓶水 没想到回去的时候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薛先生 不幸的是萱萱吐了薛先生一身 为了弥补,萱萱把薛先生带回家换衣服 薛先生走后,萱萱终于想起来自己买的水 喝下之后却发现自己拥有了超能力 不仅力大无穷,还会隐身 原来那个饮料是超能力水 这下子萱萱发达了 既不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他隐身尾随薛先生回到他家 偷吃掉薛先生的薯条 还泡上薛先生的床抱着他睡觉 就在萱萱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 隐身能力突然消失 萱萱为了不被发现只好赶紧跑路 第二天萱萱又喝了药水潜入薛先生家 化身田螺姑娘给薛先生做饭叠衣服 结果薛先生以为是私生饭潜入他家 于是薛先生找了一大群保镖 把萱萱当场逮个正招 萱萱就这么被赶出了薛先生家 不久薛先生就被爆出了绯闻 上次薛先生和萱萱一起在公寓时被人拍到 两个人一起登上了热搜榜 一时间不断有娱乐公司给他打电话 不巧的是薛先生以前的黑料也一并被爆 薛先生的公司以为是萱萱故意黑他 但实际上是薛先生的死对头干的 萱萱为了向薛先生解释只好去他家 好巧不巧遇上了一帮歹徒潜入薛先生家 萱萱提前跑进去向薛先生通风报信 还用超能力撂倒了绑匪 薛先生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为了让薛先生相信他有超能力 萱萱让一个大叔的帽子飞了起来 这下薛先生终于相信 为了保证薛先生的安全 薛先生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没想到第二天一出门就被媒体围攻 这下跳进黄河也写不清了 薛先生暴怒的离开了薛先生家 薛先生为了还薛先生的清白 去了一个访谈节目 说是自己闯入了薛先生家 因为这样影响了薛先生让他觉得很抱歉 薛先生在网上看到这段访谈大受感动 晚上萱萱睡前再次喝下了神奇水 没想到这一次他来到了十年前的薛先生的学校 那会儿薛先生正被坏学生霸凌 这三个坏学生就是后来报了薛先生丑闻的人 萱萱提起扫把三两下就干掉了几个坏学生 就这样薛先生开始叫他为姐姐 萱萱还把薛先生送给他的幸运手环送给了他 原来他们十年前就认识对方 萱萱意识到几个坏学生不除薛先生就会继续有危险 于是他跑去片场找薛先生 没想到自己和薛先生一起被绑匪捉住 绑匪威胁萱萱告诉他超能力的秘密 萱萱无奈之下告诉了他 绑匪喝完水之后果然拥有了超能力 萱萱趁机解开了绳子带薛先生逃走 谁知逃跑时被绑匪用超能力打晕 萱萱醒过来用电棒打晕了他 电影最后萱萱成为薛先生的助理 并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追星梦 或许在未来的某天 又一个女孩经过那个饮料机 然后又会发生另一个美妙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